大家好 俄乌战争爆发后 欧洲舆论最担心的是 能源价格爆深 通货膨胀 因此会为欧洲经济带来难以承受 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 但是 俄乌战争即将开打一年之际 欧盟27个成员国的经济 却呈现出强大的复活力 法国世界报发表视频说 欧盟27国成功地控制了战争 对其经济的冲击本身就值得敬鹤 世界报指出 在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近一年后 除了战争的走向外 冲突的结果还关系到另外一个 非常重大的问题 欧洲经济对战争后果的承受 和复原的能力 消化这一战争冲击的能力 取决于两点 27个成员国 对乌克兰的支持是否坚定不已 以及欧盟公民对其所付出的能力 所能接受的程度 究竟有多大 显而易见的是 最近几周 欧洲经济的暗淡前景 已经开始消散 战争爆发后 对俄罗斯能源依赖最严重的德国 曾对俄乌战争对本国经济的影响最为担心 一旦摆脱了俄罗斯能源 德国经济可能会出现衰退 这不仅是德国政府的担心 几周前大多数经济学家也在预计德国会出现衰退 而现在的情形是 德国预计第一季度经济会有轻微的增长 通货膨胀正在缓解 工业问题正在缓解 德国的工业已经适应了能源危机 朔尔斯政府为保护德国经济而开出的2000亿欧元的盾牌 现在看来似乎过于夸张 世界报指出 在经历了天然气价格飙升 带动电价上涨的空难阶段后 欧洲却能够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 摆脱了俄罗斯化石燃料的影响 温和的冬季气候 明智有效措施 以及供应的多样化 平息了投机行为 远离了短缺的危险 俄战争爆发将近一年的时候 谁也不会想到 2023年年初 欧盟境内天然气和电力价格 甚至比冲突爆发前还要低 更重要的是 欧元区的失业率下跌到历史的最低水平 就业情况保持良好是最难得的 根据欧盟统计 欧元区的工作岗位 比新冠病毒大流行前多了300万个 失业率处于历史的最低水平 法国自然也不例外 尽管增长放缓 企业破产却得到控制 法国失业率在2022年 整体上下降了10% 已经回到了2011年的水平 至于增长 预计会放缓 不过 即使法国人的购买力 受到一定的压力 也不会出现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或者失业率爆炸的情况 这一好消息与俄罗斯喋喋不休所宣传的 被法国某些反对堂所采纳的说法完全相反 那些说法称西方的制裁和对乌克兰的支持 预计将导致欧盟经济出现衰退 随之引发的公众舆论的不满 所施加的巨大压力 最终将粉碎欧洲人在俄罗斯侵略面前 表现的高度团结 结果 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发生 而且每天都在证明 欧盟为捍卫 欧洲人的利益所付出的代价并不高傲 欧盟27国的决心远不会动摇 世界法认为 当然欧洲经济在未来几个月 仍将可能面临逆分 高通胀以及能源价格 可能在中国翻过新冠疫情这一夜后再次上升 但在此前应该祝贺欧盟遏制了战争 对其成员国经济的影响 俄罗斯在2022年虽然未能避免衰退 它的表现也比预期的好 但这种情况可能不会持续 因为西方制裁的影响是渐进和累积的 时间遇久 制裁的冲击量就遇大 世界报的结论是 乌克兰战争不仅关系的欧洲人支持乌克兰战争的能力 也关系的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经济力量对比 谁先倒下 谁将失去一场重要的战争 听众朋友 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感谢发布黑兹的技术合作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